以为神不知 鬼不觉 但这名男子的行为已被毕露电视全程拍下 这段5月17号起于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显示 身穿T恤以及沙龙的男子在路过邻居家时 左看右看 最后竟然将邻居家屋外的神像摆设 直接丢进垃圾桶然后扬长而去 对于他的行为 许多网民包括穆斯林看了都无法苟同 认为每个人都必须尊重别人的宗教 人权律师西蒂卡辛德西此事 也指出这名男子已经违反了三条法律 分别是破坏他人的财物 侮辱他人的信仰 擅闯别人的屋子 对此古来警区主任卓明耀指出 已经接获侍主投报 事件发生在5月15号早上9点 位于士乃森德花园 目前警方正在寻找嫌犯的下落 将援引刑事发点第427条文蓄意破坏 展开调查 而一旦罪成 可被判处监禁最高两年 或者是罚款 或者是两者兼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搓 Net